那些年在小卖部买过的玩具 你有没有玩过 水母精灵 花三块钱买了一只水母精灵 老板说你别看它现在好像不太行 一放进水里它就秒变自由的精灵 管二狗子借了一个他们家四代单传的塑料瓶 装满水 放入精灵水母 看它到底是人是鬼 进去了很久 都没见它扭一扭 看了一眼说明书 它说想看水母动 你得手捏瓶子跟它互动 果然一捏它就下去了 只要你一直捏 它就会举起双手跳舞不停歇 三块钱的舞姿你们觉得行不行 参加街舞大赛能不能赢 空气泡 这是一个空气泡 老板说它的威力你不知道 一个塑料桶加一个气球 是不是真的有那么牛 那就先来打一个星球 气球轻轻一拉 星球直接就啪 再来打个水母 都不用数 直接入土 大水母和飞碟一起上 你们觉得这杀伤力怎么样 是不是跟用嘴吹没啥两样 科学盲袋 花九块钱买了一个科学盲袋 老板说里面可以拆出进口机械玩具 非常有趣 让我看看到底是什么秘密武器 给了一块黄色模板 拆出几个圆形和一堆卡片 你猜这是要做什么科学机械 卡片放进圆里面 装上把手陀螺立马就出现 花九块钱就买了两个陀螺 我真是恶弥陀佛 漩涡制造器 长得有点怪 像两个连体瓶盖 中间还漏气 但有了它 就能揭开漩涡的秘密 又跟二狗子借了一个传家塑料瓶 其中一个装满水 另一个也要嘴对嘴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水果炸包 小卖部老板说现在不流行玩臭包 现在流行水果炸包 升级版的整股利器 只要这个水果炸包落地 就能闻到甜甜的水果香气 这么多种水果味 感觉就像开水果派对 那就先来一个当机荔枝 被滋了一连 然后什么味道都没闻见 再试一次 让哈密瓜和西瓜一起出现 我都怀疑鼻子是不是堵在里面 真的什么都闻不见 你们说这是不是一场水果诈骗